我就是说看短头看惯了 长头我就觉得好像接受不了 再一个我也不是很好美的 也没有艺术那个戏跑 我家人那前也都有这事的 我都没改变你 我现在老了老还改变 改变不了 大肠辫子花衣裤 耳环项链尖头鞋 打眼一看是大妈 细细看来更迷疑 赵大爷今年58岁月入2000元 没房 虽说大前世间无奇不有 可这么个性的老头 依然算是人间精品 里里外外都透露着反骨 你这头发我感觉是自己的吗 留多少年呢 留半妹子了都 我天呐 这女生的头发都没 这么长的 开门就进你家了 对呀 我猪的房子吗 这个是她的 她卖旅游的 她走路我就随便的 我就自个儿的 我自个儿做吃 你这小屋咋长得这么有情境呢 那必须的 一夜过日也得不能笑 这衣服 这是啥衣服 演出的 虎儿呢 夏天穿的 你平时这夏天你平时穿着 对呀 我这服装在这你看看 我那个运动服裤头 白切 我买了20来套 就喜欢买就完了 就是一个浪漫 一个时尚 一个超时尚 走在大街上 大爷百分百的回头略 至今无人超越 面对外界一样的眼光 大爷看着淡然 我走我的路 你们随便欣赏 有个人叫奶的 叫姨的 叫大姐的 就啥 那你自己不苦恼吗 那啥苦恼的 你不跟他们解释啥的吗 你不觉得吗 虽然我头长 爱美爱打扮 爱穿 说这是我天意 人的天意 是不是 那啥也不喜欢老伴的 永远是男性 喜欢老伴 喜欢女性 熊兔脚扑朔 雌兔也迷离 双兔棒递走 安能变我是雌雄 就为了证明自己的神秘 与性别无关 大爷决定找个老伴 也是清白 别看大爷的退休金不高 还没有房子 可人家的条件还真不赖 前些年一人拆迁 大爷喜货60万的补偿 拿到钱大爷 就给自己卖了养老保险 解决了后顾之忧 我把我老保交上了 我43年工龄 我交最高党的 我为啥不住开点楼 那60岁退休 那你一月能开多少钱呢 5天多一点吧 我等我退休 我还能住这房子 我只能单单住一个 那啥子 一世两世的 你现在手里的钱也够啊 够我也不住 真做好我一人 你这么说 这水电都随便用 你一天二十块钱 你上哪找的 都买房子 你记得都 啥年一会儿还买房子 这房价嘎嘎嘎嘎嘎吓 吓我 你等来一年 你再看看 如今大爷吃喝不愁 日子过得很是潇洒 没事了还喜欢搞搞直播 如今最大的愿望 就是找个老伴 两年后一起周游世界 打算五年在外边待 晚点回来 只要就是周游世界 你直播就我 大爷话可不能说的太满 一个月五千 两人别说周游世界 有全国都得让你捉襟见肘 了解完大爷的情况后 红娘找到了一心 想找个老头 给他养老的王大妈 这就是那大哥 那儿呢 圆丑看大哥的身高感觉怎么样 我一看那一箱 好像太老了 还行 个头还来 来 介绍一下的 这是赵春节赵大哥 这是王影王大姐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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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大姐有啥事想说就说 没啥事 咋的了 咋的了 你啥事你说呀 不行 在这边 这大方的 这就属于上的 家家公公的 知道 也要跟他见面 就在大方方的 圆圆一看 觉得大爷的个头威武雄壮 凑近一看 大妈傻眼了 这个给我介绍姐妹来了吗 虽然对大爷的打扮很是抗拒 但看在大爷五千块退休金的份上 大妈决定忍议 不好意思 我就是说 看短头看惯了 那个长头我就觉得好像接触不了 再一个我也不是很好美的 也没有艺术 那个戏跑 我从小啊 上学的时候 就跳不倒的 从那时候开始 那个 刘味头一直到现在 就你研发教人 就不要去看那个外表 你要去看内心 才能去真正了解一个人 反正我是一个这样的人 你是一个艺术型 我这样的事你能接受吗 我是玩是玩 乐是乐 早知道过日子人嘛 两人说开后 大爷表示理解 毕竟像大妈这种反应 他早已习惯 落座后 大妈就开始迫不及待地诉说起 自己对家庭和爱情的渴望 第一段那个婚姻吧 有阴影 就感觉吧 就好像 没有什么好男人那种就下落了 反正就想自己过 但是是说大了 还自己也孤独 想找个伴 就想找个家 一到放假 你看我也没房子 啥也没有 一到放假过年过节 我就没地方去 我就想找个家 找一个就是说 能吃饱 能温暖的那种就行 我也要求不是很高的 他对男人没有什么好高的 别别别 别说他说 说起目前的窘境 大妈不禁悲从中来 看着大妈扇人类下 大也着实慌了一批 瞅瞅我 没人没你也没房 年轻时还被老婆戴了绿帽子 现在照样不过活的潇潇洒洒吗 余生很贵 不能浪费 不能这么难为自己 他免怨的 还想不开呀 我说心里话 你太憋屈了 活得太憋屈了 活得窝囊 想开一点 知道 你吧 别在家呆子 上老年大学 看着去 看着眼睛 一个比个七十高 七十高 你说玩这个那的 你就跟他们玩去 眼睛都有那条面 你看你有啥样 我得上班 我得到六十再进去 这你上班 你也得精神 我不能呆 知道 这就有气质 不能老呆 老呆子过去 那能行吗 别人就死了吗 我像你那样 我早别人就死了 听着心里挺高兴的 有这么个人关心 总比一个人 没有人说冷风嘲讽 你看他没有男人 或者是看眼睛 俩人一起走 还羡慕 看开心心的 活着 多活几十年 多看看世界 到这会儿再变啥样 你有这个追求啊 一听追求 爸妈瞬间两眼放光 这样的生活 我也想拥有 没去别人去过 没坐过飞机 这理想就是我姑娘 我能去上北京 看看故宫 上长城 我最喜欢的地方就是长城 我总看那个古戏 我现在上皇宫再看一眼 我觉得我这辈子我就 就知足了 这点 就这点要求 哎呀妈呀 你没法行李 这俩人一个走的是现实主义 一个走的是理想主义 通过简短的了解 看得出 这俩根本就不是一路人 买一百块钱的化妆品 我都非常心疼 我就买三十块钱的化妆品 我这化妆品都吃香了 我也挺喜欢的 也挺向往的那种 但是我就特别心疼钱 如果要买一件固定一个 我就多拿丑的 我得丑几天 我也十倍酸 我就一件一分 我这我姑娘好大学 我买的我酸三年的 我都换三匹了 我觉得只要是舒服 棉线的就可以了 然后我这个手指盖 我非常喜欢那种做美甲 但我从来没做过 那去做一把 等他挣钱给我做 我办一个卡 这个卡说周三 每周三打特价88这个 我都得等到周三去买东西去 这就是没钱的活 那有100万我还是这么过 你还是想不开那活量 我就觉得这样挺好的 你看他还讲挺好的 我就觉得我太累了 我就说挺好的 就这活都太累了 我受不了 他活往跟我活往 他最不一样啊 虽然大妈很是羡慕大爷的潇洒人生 也渴望放下所有 但是大爷的这身打扮 实在让他无法接受 于是便向大爷提出了 一个过分的要求 说宁丁你看吧 我不是搞艺术的 我就有点接受不了 一听要剪掉自己的挚爱 大爷不干了 相比老伴 这飘逸的秀发更重要 你二十年前也都有这事的 我都没改变你 我现在老了老还改变 改变不了 我这才改变不了 我告诉你呢 一黑改变不了我这个形象 你因为这个事 挡了多少段姻缘了 挡了多少我知道 但是我永远是这个性格 你要冲我这爷来 咱就能过 不冲我这爷来 那就过不了 那必须就这个爷们 看好我这个形象 就来 看不好拉倒 玩活 这个改变不了 谢谢吧 谢谢你 行就这么地儿 拉倒 不行 大妈不合适就不合适 没力要拉着脸就抬屁股走人吧 又失丰度了哈 没能理解他的心情 知道吗 但是我俩不是一个床上的人 没那种缘分 只要有缘因 有缘分的人 一见你 哎呀这让我喜欢 他都嘴不说 哎呀这让我喜欢 好了 今天的相亲就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小迪分享的视频 麻烦动动您发财的小丑 长按点赞三秒钟 我们评论区见